看啊,这里面好多电脑。 爱丽克斯你怎么在这?还不理我? 我丢没看见来买电脑吗? 我不是我是来抢电脑的,你这里的电脑好多啊。 那是当然全部都是从废品站收的,不对,全部都是上等的好货。 等等,这声音是。 小子我就知道你要来买电脑,敢买电脑就抓你回去。 那老师我把钻石给你,稍等一下,我再多拿点钻石。 你手上拿,我操,你敢扔我? 没关系老师,我再多给你点。 赶快把我的钻石拿上。 华威,你刚刚干了什么? 我,我什么都没干。 你赶快走吧,一会他就追上来了。 让我先把电脑买了。 两组钻石。 我给你三组别告诉清华我在哪。 你去楼顶楼顶,有能逃离这里的拉杆。 好的,就是这拉了它。 艾利克斯居然知道我想去我的宝马身边。 正好这附近有我的密室,这胡萝卜都是我给宝马准备的。 到这里就下。 这里是我的密室入口,走右边这个才能打开。 清华如果踩到左边就隔屁,试试新电脑。 这小子人果然跑了,看来他已经把电脑买了。 你快告诉我那小子去哪了。 我才不会告诉你。 不说是吧,我有枪。 我说,我说了,你有拉杆能跑。 谢谢你的提醒,赶快上去,抓那小子。 应该就是这个拉杆了。 拉了它,这是什么地方? 这里有好多胡萝卜,应该是小子的,宝马。 那密室就在附近。 终于找到这小子的密室入口了,快进。 新电脑就是不一样,听到压力板的声音了。 他找到这里了快走吧,开我的马沙拉币。 前面那里就是我的下一个密室。 到了把这矿车拆了,再放隔屁板,他开马沙过来就隔屁。 我进旁边这密室里,其实这里是一个假密室,这幅画后面就是密室,密室里有一个拉杆就是留给他拉的。 把这先恢复原貌,我从这甘草上挖下去。 再把它填上,他第一时间不会发现这里,挖开进去再填上相同方块。 现在这里安全了在这玩会,MC。 这次,我走这个,门开了,快下去。 这里有轨道,他肯定是坐上马沙逃走了。 我也快追上去,不能让这小子逃了。 又往我脸上扔毒药,我饶不了。 可恶,又放线。 过去把这压力板拆了。 这有门打开看看。 这次,没有放陷阱。 这里也没有陷阱,有话去蹭一下,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岩浆。 没有人刚打开这门看看。 有拉杆拉了他。 卧槽,别别别别过来。 完了,掉下来。 这里有甘草保险起借鲜蛙。 没有陷阱,还有甘草这小子肯定藏在。 完了。 气死我了,把这附近石头都挖了。 清华生气了,快走吧。 这画后面有我藏的陷阱,这地毯不能拆拆了就隔屁。 嘿嘿,想抓我是不可能的。 我从这里出去,回头把这田上。 清华一会绝对又气急败坏,这岩浆里有我藏的拉杆。 拉了就当太空人。 我从这画后面过去,顺着梯子出去,我要回埃利克斯那边。 挖开了这里,看来就是,把这画先拆了等一下。 说不定这地毯下有陷阱,先把这他地毯拆了。 果然有陷阱。 可恶可恶这地毯,不能拆这地毯。 该画刚才拆错了。 这后面,应该是... 可恶,还放小怪物。 在我加特林脸里,什么都不是。 再把这附近都挖开。 小子,我今天一定饶碌了你。 这里,应该就是他的密室。 首先,我看到了一副单人画。 按照以往的惯例,这小子非常喜欢在那放陷阱。 其次,我看到了一个岩浆。 岩浆周围围着的都是告示牌。 告示牌可以阻止流体流动,还可以防止被烧。 按钮拉杆压力板,都会因为流体的流动被破坏。 所以这后面,十有八九是藏了按钮拉杆压力板。 首先,把压力板排除,因为岩浆会烧毁所有掉落物。 然后,就只剩按钮和拉杆,可以手动打开了。 把单人画线紧排除掉,就只剩岩浆里有出口了。 所以,我只需要激活岩浆后面的按钮,或者拉杆,即可到达那小子的身边。 那么,理论正确,开始实践。 嘿嘿,小子这次,你完蛋了。 爱丽克斯,我来了,爱丽克斯。 我叫爱丽克斯,不叫艾迪克斯。 好的,艾迪奥特曼。 Oh no, oh no, oh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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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抓我。 我又来到了电脑城,爱丽克斯,我听说你把地下室改成了网吧。 我说我不叫爱丽克斯,我叫爱丽克斯,我店还没开张呢,想玩只能用你自己的电脑。 好吧好吧,我知道了,你在这干嘛呢? 我给你按摩,等会我拿个狼牙棒给你按摩。 那还是算了。 不是你别乱跑行不行? 我就想玩MC,一会清华追上了就玩不了了。 可恶找那么久,都没找到那小子。 雷达提示附近有MC的人,我就知道他会来这个地方,他会来这个地方。 果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 那后面有逃生通道,你别打我。 好的,爱丽克斯,谢谢你。 都说了我不叫爱丽克斯。 可你头上写着爱丽克斯。 Oh no, oh no, oh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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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不跟你说了,清华马上下到这里了。 谢谢你的逃生通道。 拉了他。 诶,这不是清华的狗窝吗? 这还有清华的车,先进他家里看看。 看来还是跟以前一样破乱不堪。 坐上清华的车走他家那附近有我五十年前造的密室。 原来,在这里有梯子,快从这里下去。 你谁呀你? 我都吓死我了,打你。 居然敢打我。 说,那小子在哪? 说不说? 不是我。 算了,我自己找这里有通道,往前面走肯定能找到那小子。 这里有个拉杆,拉了过去抓他。 诶,这里不是我家吗? 到了先在这玩会儿吧,这下面有我的密室,先不慌进去在这玩。 我的车也没了。 雷达提示前方有MC的人。 诶,那前面不是我的车吗? 那前面不是我的车吗?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,快去我的密室。 这里是我五十年前造的密室,清华这会还没有追上来赶快下去。 下去打开这门,再把上面堵镯。 这里还有我给他准备好的陷阱,这是随手关门。 他推开门的时候就会不小心踩到这个机关,正确入口在这门的后面。 我再堵上相同方块。 我再堵上相同方块,就先在这玩会儿。 这不是我的等等,这下面有密室,把我的车挪一下,去密室里找他。 居然敢开我的车出来,我饶碌了你,就是这下面了,我也快跳下去。 有水安全。 这小子的密室入口都露出来了,附近拆了看有没有陷阱。 貌似没有陷阱,直接挖下去。 把这门打开进去,这有门,右边也没藏东西。 看看门下有没有陷阱。 没有陷阱那他肯定就在转门的最后面。 可恶,居然放了这么多陷阱,我饶碌了你,把这附近都挖了。 清华已经开始发疯了,我赶快去我下一个密室,这下面就是我的密室,这次我不用干草堵了。 这画后是岩浆,他发现下面是岩浆后,就会喝加多宝下去,从而落入我的陷阱。 我从这里下去上面再堵上石头,他等一下就会落入我提前给他准备的陷阱。 等他过来我直接把他推进去,不舍得用炸弹炸他,这一波叫莲香西域。 原来在这里快过去,蹭这幅画,看下面有没有陷阱。 小子被我抓到,你就玩,等等,这小子每次都会在牌子下面放干草。 每当我挖开干草的时候,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。 但这次却没有干草,说明他一定又换了新方块,降低我的警惕度。 小子,我不会再上你的当,从旁边蹭过去。 前面那里还有俩,我来蹭一下,我不进去。 这个岩浆向下是流动的,那就说明下面还有路。 想用岩浆阻止我,我带了加多宝。 没想到,这小子如此狡猾,所以我选择钻岩浆。 这一次我非要亲手抓住你,想起你昨天拿药水扔我,我就来气。 这一次,我都预算错了,这下完了。 喂,看过来。 小子你。 老师,我今天没有用炸弹。 小子今天好心了呢,能不能不推我下去。 哈哈不能。 这里是机场,前面是飞机,昨天我去申请了飞行员资格证,所以我来到这里试飞一下。 这飞机的轰鸣声可真大,好想把清华叫过来让他站我螺旋桨上。 飞起来了,我看到了清华的家,下面这个长得像狗窝一样的房子就是清华的家。 通过这次长达一天的准备,我从校长那里拿来了一把Tide,这是一把散弹枪,找几个僵尸做个实验。 放好了拿出手里的枪。 看来这下有小子说得了。 好大的音乐声,又在那跳舞,不管他先回家,前面的山后有我的别墅。 这下面就是我家先把飞机停一下。 就停在这里,下机,正好可以在我的别墅里面玩一会MC。 快打开门进去。 就在这桌子上面玩MC。 赶快去抓那小子,用雷达探测一下。 雷达提示他就在这山后面。 嘿嘿,小子这下我有了墙你逃不了我的手掌心了。 抓紧时间过去,不能让他跑了。 应该,就是这个别墅了。 快从下面进去吧,下面进去吧。 不好,是清华快走。 下来,我从这个梯子上去。 这要是被清华抓住还不得死翘翘。 前面那山头里可以躲一躲。 这幅画没陷阱,这幅画后面有陷阱,他蹭了就隔屁。 我从侧边石头挖过去,这边可以过去。 在这里填上石头。 这样可以拖延一会时间,玩会MC。 进来了,里面没人。 桌子还是热乎的,他肯定是从这刚跑。 这里有话说明他就在这后面。 我赶快过去,把这小子抓住。 过来了,还是先蹭一下这画。 没有陷阱,后面还有一幅画。 蹭他就完事。 小子被我抓到,把你打。 完了,又和太阳间并肩了。 小子,你给我等着。 可恶,我从侧边挖过去,从侧边挖过去。 不好,清华要来赶快走。 从这落地水下去,把事先准备好的隔屁板铺上。 他落地水放不到压力板上,我的密室在后面。 第一个门后有密室,不过这密室是假的。 这草堆下面是假密室。 嘿嘿,这下够他喝一壶的了。 我从这边过去把门关上。 到时他气急败坏推门进来落入我的陷阱。 我去我的密室把这门口堵上。 就先在这附近玩会儿MC。 挖开了,原来在这呢。 这里没路,肯定是从这里跳下去了。 我游水我。 可恶,这压力板全给你拆了。 这里是小子的密道,快过去。 前面有门打开看看有没有陷阱。 左边那里还有一个门。 还以为我会注意不到吗? 先打开看有没有陷阱。 很好,两个都没有。 这里什么都没有,只剩脚下的干草。 有两幅画蹭一下。 看到鬼到了,这小子肯定坐马沙跑了。 坐马沙跑环步给我留。 还好,我自己带了马沙飞上去。 气死我了,必须把你这门全部打开。 今天,必须得把你打。 完了。 居然在这,留了陷阱,堵了石头。 挖开。 我丢这么快就来了,快进密室里。 下面是岩浆那画后放的是陷阱。 把那堵上赶快从岩浆下去。 这里石头也堵上,安全起见堵两块。 这岩浆上有屏障没事,就算它挖开看到有岩浆也不敢过。 我可以在这里唱完MC了。 小子,居然堵了这么多石头。 这里看到了两幅画,根据周围的状况观察, 只有这两幅画。根据那小子设的陷阱来看, 不能蹭,也不能拆。 所以, 果然有陷阱。 照目前的状况来看,十有八九, 全都是陷阱。周围只有这块石头, 显得尤为凸现。 凑过去把石挖开。 此刻我发现石头并没有落到岩浆里面, 而是悬在了半空中。 那就说明下面是有屏障的。 这狡猾的小子,此刻我只需要进步地走过去。 有岩浆,我也掉不下去。 过了这么久,都没有掉下去。 说明他猜到我不会走这里。 那他一定在这后面。 小子看过来。 小子是谁? 我不是小子。 哦,然后呢? 老师,我没玩游戏。 放你的七彩螺旋屁。 老师,我错了。 你没错。 我叫你玩游戏。 保安快让我进去,我要迟到了。 好的,谢谢。 赶快回班上课。 上课第一天就迟到了。 昨天清华还把我的电脑没收了。 报告。 华规,我要你进了吗? 你迟到了。 没想到第一天上课你就迟到。 这可多亏了清华。 所有人拿出自己的课本。 小子你拿不拿? 拿拿拿,赶快打开看看。 我好像在上面寄了笔记。 我丢啥也没有。 不行,得赶紧在上面写点东西。 昨天晚上没睡好先随便写写。 下课了清华肯定去上厕所不在办公室。 他肯定又把我的电脑放办公室了。 到阳台了马上就到他办公室了。 看来还在跳舞。 卡式角把电脑拿了。 赶快回班里吧。 嘿嘿,电脑又回到我手里了。 华威你刚才去哪了? 我,我去上了个厕所。 昨天,终于把这小子抓住了。 他刚才,应该已经到班了。 电脑被我没收了,应该会好好上课了,去箱子里看看。 这么久都没动静,想不到这小子还挺乖,可要给你…… 电脑呢?肯定是这小子又拿走了。 赶快去他们班里抓他,小子今天抓到你,给你挂奖台上。 完了是清华的声音他发现了。 赶快破窗从这里出去。 这学校下有我的密室,把这压力板留给他,让他误认为是我的密室入口。 进来了,堵上石头。 这里有画,这里是我的密室。 画后没有陷阱,陷阱在这旁边的水坑里。 先拿出电脑,玩MC。 小子电脑赶紧交换。 问一下老师,华为那小子呢? 刚看见他破窗。 难怪,这小子只有破窗逃了。 谢谢你老师,我要赶快去抓那小子回来。 看看附近。 只有这里,那这应该是小子的密室入口。 这压力板,应该就是活塞门的入口了。 小子,今天必须让你来生。 完了中计了,我又和太阳间并肩了。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并肩。 拆了看看到底是啥。 是密室,我从这里下去。 小子被我抓到,你就隔屁了。 是符画,是符画。 糟了是清华,不过这里有陷阱,那里有箱子打开就落深渊。 他绝对想不到我在画的下面,在用石头堵上。 前面这里有岩浆,有屏障过不去,我从侧边开路过去。 这里有原石,他以为我在原石后面,原石后面是陷阱。 我过来把这堵上在这玩会MC。 先蹭了再说。 没有陷阱快过去。 是水路,在附近找找看。 这里发现了蹊跷,过去看看。 有个箱子过去打开看看。 说不定里面藏了钻石。 我丢啥也没有,完了是陷阱。 去前面等等。 说不定这小子又藏在了画下面。 我先挖开看看。 这里果然又是密道。 前面有路,这里有岩浆。 一格吓唬谁呢? 我直接从这里跳就完事。 这小子肯定放了屏障。 有屏障我从侧边挖过去。 过来了看看这边。 有渊石堵着,以防外衣,先挖下面的。 小子,我不可能再中计了。 没有陷阱挖就完事。 前面还有亮光。 气死我了,附近全都挖了。 清华生气了快走这里待步了多久。 挖开从这里上去。 游到外面,学校墙附近有个狗洞, 还是先逃离清华再说,等会再回来上课。 就是这个狗洞快从这里钻出去。 用石头在这堵上。 拿上我的马莎拉蒂从这里走。 轨道终点非常安全, 就是这把马莎收了在这放上压力板, 等会让清华直接跟苦力怕手牵手, 就在这玩MC。 原来,路在这里。 这里发着光。 头上有泥土。 挖就完事。 有水顺着上去。 用雷达探测一下。 雷达显示它就在附近。 找找看。 这里好像是个狗洞。 这小子肯定从这逃出去了。 我也从这狗洞钻出去。 有轨道肯定坐马莎跑了。 我坐马莎拉蒂吹上去。 小子,不要觉得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 不少次看着你的眼影。 不少次想得到你回忆。 我没有勇气。 我的天啊! 哇! 这下清华应该追不上来了。 我都已经开着我的拖拉机到了这个地方。 这里是游泳馆。 我老板让我开着拖拉机去运货。 半路上还遇到了清华。 真是个馋人的家伙。 在这水下待着,清华绝对追不上来。 看了看四周都没人。 那清华太烦人了。 从这跳下去。 没有清华的日子还是很舒服的。 小子,你觉得你逃得掉吗? 我就谁在说话。 这该不会是。 小子,终于找到你了。 你怎么找到这的? 你怎么跟鬼一样? 小子你敢扔我? 你就完蛋了。 我就敢。 今天必须让你尝尝苦头。 你有本事, 快走这里,这里有我的密室。 等会清华又追上来了。 今天必须让他在密室里吃吃苦头。 这是抽酱池。 这幅画的后面是我的密道。 密道在下面前面还有陷阱。 那压力板是拆不掉的。 嘿嘿,他绝对人傻了。 先在这玩MC吧。 这小子居然又朝我扔毒药。 今天被我抓到,一定饶不了他。 先跳下去。 这里有路,肯定是这里。 今天必须跟我回去罚站。 这里,应该是小子的密室了。 有一个抽奖池。 丢东西下去,说不定有钻石。 嘿嘿,那我丢个宝马肉。 卧槽是鼓励怕快跑。 卧槽还有皮胶。 这里看来是出口。 放个压力板下面放陷阱。 在这都我玩呢? 这陷阱不是显而易见吗? 往上面挖等等。 说不定石头上藏了什么东西。 压力板给你拆了。 Lay tail. Day two. Oh no, oh no, oh no, oh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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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那我拆石头,走行了吧。 清华怎么这么笨呢? 跳下来不就完事了? 快走吧,这地方也待不了多久。 这里还有给清华留的陷阱。 这下面是深渊他不会跳的。 不过我给他留的陷阱是在头上。 这针箱网肯定会挖这钻石。 钻石上面是铁针, 铁针不会砸到他但是会砸到陷阱上, 直接让他当太空人。 我太难了。 我不挖了等等。 一直挖也不是办法这样, 只会让观众觉得我对那小子的恐惧。 居然没有陷阱。 可恶, 早知道我从这里过了。 这边有路过去看看。 这里, 原来是陷阱。 那这里, 持有八九十陷阱。 上面无非是岩浆, 或者铁针。 早在前五七里, 这小子就用过这套路。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。 不过, 区区一个钻石。 果然是铁针。 我躲。 小子这次。 沃桃, 是鸡岩。 这下可有他憋得了, 我走着假岩浆过去。 旁边岩浆是针的下面还有分裂僵尸。 他想从这跳过来可能只会使得很惨。 这里给你拆了。 旁边也给你拆了。 这有路从这过。 前面有岩浆。 拿出我的加多宝, 喝下去。 小子你别得意。 看我今天不给你屁股, 打成七八半。 非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 我错了。 没有加多宝了。 可恶, 只能跳过去了。 我好像过不去。 清华隔屁了, 不管他快走。 快去我的新房子。 趁着梯子上去。 这梯子上面还有我给他布置的陷阱。 他注意不到这压力板踩了就隔屁。 我先去这上面。 买新房子, 商家还送了我一个狼牙棒。 等会等清华找上来, 我就给他两棒。 在这边玩边等他过来。 这次我再等等。 我从左边挖过去不就完事了吗? 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? 从这挖开过去。 我丢不小心也怎么不掉血。 这小子居然放下岩浆坑我。 从这里下去, 前面有路。 有梯子, 顺着爬就完事了。 看, 上面有光, 他一定在那上面。 小子, 你马上就完蛋。 必须让你吃苦头。 什么? 让谁吃苦头? 我这狼牙棒可不是吃素的。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抓我。 让你以后都不敢抓我玩MC。 把电脑收了快走吧。 去找个安全的地方。 好看。